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国风云 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 今天讲一个中国媒体气软怕硬 双重标准的事情 今天是7月12日 昨天晚上有一条新闻震动了中国的互联网 一度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形成了热点 来自意大利的知名奢侈品牌 宝格丽 被中国网民指出 其官网疑似将台湾列为国家 11日早些时候 有网民在微博上指出 根据宝格丽官方网站所有店铺页面显示 在亚洲市场下拉栏中 本该是台湾地区 被显示为台湾还与中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列显示 日本 新加坡 印度 以色列等国家也一同在列 相关截图在中国网络上迅速流传 正一点集中在 宝格丽没有标注台湾地区或中国台湾 只用台湾二字 让该地区与中国并列 这被中国网民认为是这家奢侈品品牌 显示二者主权平等地位 客观上 这样的举动既不符合意大利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的立场 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这个问题并非出现在宝格丽中国大陆官网 而是在宝格丽台湾地区和宝格丽国际官方网站上 点击这些区域性网站左上角的寻找精品店 或是Find a store进入 都能找到所有精品店或All stores页面 再在这些页面下 宝格丽却实用中文或英文等不同语言 把台湾与中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列显示 宝格丽是意大利著名奢侈品品牌 创立已有100多年 中国已经是宝格丽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市场 宝格丽已经在中国内地投资开设了93间精品店 遍布一线和二线重点省会城市 而随着疫情过去 国际旅游于2023年初恢复 宝格丽全球首席执行官 从年初开始数度造访中国 积极参与在中国投资举办的各类活动 今年5月来华时 习之行官让克里斯托夫 巴斌说 中国是宝格丽最重要的市场 甚至比意大利本土市场还重要 宝格丽对中国市场也比较重视 签约了大量中国明星 用来推广自己的品牌 11日晚 宝格丽通过微博账号发表道件声明称 宝格丽公司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一如既往 坚定不移 品牌在海外官网上 因管理疏忽发生的店铺地址标识误注 今日发现后 已立即纠正 对错误深表歉意 我们诚挚感谢网民监督 并正在联动第三方国际服务商 确保正确标示海外官网上的相关国家和地区 对于这个道歉 中国网民并不能完全接受 因为有些敷衍 难以扶重 中国网民很担心 这种道歉是指提供给中国大陆网民的专攻版 人民日报等媒体也跟进批评宝格丽 所谓的管理疏忽标识误注 难以扶重 这个道歉是否专攻中国大陆 如何从根子上整改 红线不能碰 底线不能踩 原则问题不容打马虎眼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因为不尊重中国主权 因为伤害中国民众感情 中国多家官方媒体加入到了批评宝格丽的队伍中来 可是对于同样伤害中国网民情感的体育品牌耐克 好像这些媒体当年并没有拿出同样的力度去批评耐克 2021年3月 耐克等服装鞋帽品牌 顺应美国对中国新疆年强迫劳动的污蔑 加入到抵制中国新疆年的行列中来 在官网上声明 耐克没有从新疆维吾尔兹治区采购产品 我们已经与我们的合同供应商确认 他们没有使用该地区的纺织品或短切纱 耐克甚至更进一步 要求合作单位不得录用新疆员工 看到了吧 是直接不录用整个新疆自治区的员工 不分是不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 按说你美国和耐克批评中国新疆强迫维吾尔族劳动 应该支持怪维吾尔人群呀 怎么连维吾尔工人也不录用了 这种政治正确太极端了吧 耐克声明之后 引起中国网民批评和反感 耐克公司为了减弱声明对中国网民的影响 为了减弱舆论批评 竟然把这个声明的页面屏蔽了来自中国的网络IP地址 也就是说中国网民如果不使用翻墙软件 就看不到这则声明了 这就是前面人民日报所担心的 道歉专供中国大陆 耐克的声明也导致多位签约的中国明星 通告因耐克伤害中国民众感情 与耐克解除代言合作 然而呢 耐克赞助的多支中国国家队 赞助的多位中国冠军 中国体育明星 却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批评耐克 公开宣告不再使用耐克衣服鞋子等产品 比如图片中的中国短跑明星苏炳天 在耐克污蔑新疆棉声明的四个月之后 在2021年7月东京奥运会上 就照样穿着耐克的服装参与短跑比赛 这时候 中国的官方媒体怎么没有继续批评耐克 人民日报等中国官网媒体 怎么当年不拿出今天批评宝格丽的力度 批评耐克 宣布抵制耐克呢 人家宝格丽好歹在当天就道歉了 耐克公司可是至今没有道歉 为什么对耐克和宝格丽 中国媒体有欺软怕硬的区别呢 是不是因为耐克在中国经营时间太长了 利益规模太大 品牌深入中国人群各个阶层 甚至绑定了中国太多的权力人士 中国媒体就不敢过多批评了呢 截至录视频时 宝格丽的推特账号并没有提到 对中国网民道歉的事不出意外 道歉又是中国特供了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咱们一起用证据了解真相 谢谢